欢迎回来我们来看到 在这个习近平现在在5月5号到10号 对法国塞尔维亚希望力展开了国事访问 中法的合作成绩单带大家来看到 2023的双边贸易额789亿美 建交60周年双边的贸易额增长800多倍 2024的1到2月份法对华投资增长有585.8% 法国学中文的学生更超过了10万元 不过现在呢也因为这个关税的问题 好这个因为呢在电动汽车进口到欧洲激增 引发了欧盟的关税威胁 所以在这边因为法国出招补贴 所以销售下滑 外媒就做出了分析了 这一回呢就是希望能够努力的缓和 跟欧洲在经贸上面问题的这个紧张 另外还有在5月1号 习近平是复兴了塞尔维亚的钢铁厂的职工 表示你们用辛勤劳动使钢铁厂发展日新月异 为中赛铁杆友谊续写新篇 我为你们点赞 那么在塞尔维亚官员也表示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促使了塞尔维亚的整体发展 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匈牙利的部分 在匈牙利呢也是一样 在针对这个一带一路的部分 匈牙利可以说是欧盟国家当中 最积极拥抱一带一路创业的国家 它是第一个签署合作的文件 而且其中最大投资来源就是大陆 我们请教亮哥 其实这次去匈牙利 还要在匈牙利投资一个汽车城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代表一个姿态 就是除了林德时代来投资电动车的电池之外 我们也可以来欧洲投资汽车制造厂 所以中国汽车业的崛起 不是中国要自私享有全部的利益 他也愿意跟欧洲来共享 比如说他在欧洲就实质的创造就业 创造GDP 匈牙利主要是这个议题 那重点当然是法国 法国其实刚刚大千讲到习近平希望欧洲能够更独立自主 尤其是法国 因为他是联合国武昌 其实坦白讲法国也有求于中国 所以我觉得中国是判断了一个时机点 时机点就是7月26号 你要举办巴黎奥运 那你非常担心俄乌战争没完没了 影响 不是啊 你如果7、8月还在打 那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 那比如说对马克宏来讲 当然最好的状况是 俄罗斯跟乌克兰都能够来参加奥运 他也提出来要停战 所以嘛 就是7、8月停战 那这个没有中国来帮你你怎么弄 怎么合 因为美国怎么可能帮你搞这个 所以最可能帮他忙的就是中国 那我觉得法国也是有一点 就是事实上习近平主要是回访 可是这个时间点的选择 基本上就是双方都有经过战略的计算 比如说为什么是5月 因为7、8月要办奥运 要赶快处理 那第二个就是法国也要借由中国 来表达他对美国的不同意见 所以他把冯德莱恩找进来事实上是 我觉得这个汽车的补贴那是小议题 比如说找冯德莱恩进来办黑脸 讲一讲汽车补贴的事 可是这个法国早就处理完 因为你这个议题到欧盟是不会过的 因为德国反对 所以中国非常清楚 找冯德莱恩来 没关系找他来 可是法国一定也会跟中国联手 来表达跟冯德莱恩不一样的意见 大家有自己的盘算 他就是老狐狸 马克宏就是一个老狐狸 可是相对于中国他是小狐狸 你知道吧 所以就说偶尔也要让他演一演 可是他知道他的大利益 大利益就是我也要有独立自主的部分 那我跟中国有部分是有共识的 比如说法国事实上现在想要恢复华为 这个绝对美国反对的 那他为什么要做 冯德莱恩你就在我面前 你就听好 你是卧底的吗 回去报告美国之类的 我就想给你听 可是又借冯德莱恩来跟你讲 轻车补贴的事 所以是 可是重点还是跟中国交集的部分 我觉得交集的部分其实蛮多的 比如说习近平来之前 法国已经跟中国签了 南太平洋岛屿跟中国南部战区的合作协议 这个美国是百分之百反对的 他摆明的就是拉中国到南太平洋合作 对抗你美国跟澳大利亚 谁叫你都不理我 柴油浅件本来要买又不买 AUKUS也不邀请我 对不对 那我就把中国拉进来 我觉得马克宏很会玩这种政治 那事实上中国也期待他 因为他的偶像是戴高乐 所以中国大陆也很聪明 找了戴高乐的孙子在中国发言 因为那个人是中国迷 他是一个艺术家 做摄影的 那就是再重新提起戴高乐这个话题 就是戴高乐让法国变成独立自主的国家 我跟你讲 戴高乐的时候让法国退出北约 不然你那个整个军事系统就被美国控制了 当时在建立共同防御系统的时候 就是指管通勤要交出来的时候 法国拒绝参加 结果他就建立了独立的情报系统 独立的军工产业系统 如果不是戴高乐 法国哪有今天 所以我觉得 中国大陆是有意无意 在鼓励你成为第二个戴高乐 那也会去凸显说 当年中法是怎么建交的 戴高乐独牌综艺 提醒你一下 美国给他多大的压力 他就是跟中国建交 那就希望 希望你能够赶快长大 之类的 因为马克宏讲的语言 都是戴高乐式的语言 可是他眼高手低 他讲了很多这种话 什么我们欧洲要建立独立的国防 讲得好大声 吓死人 你做啊 你做啊 想做要做得到 中国乐见啊 中国乐见啊 你做嘛 然后欧洲要成立政治共同体 有别于北约啊 很好啊 你做啊 希望你说到做到 当然他不会这样表达啦 不过就是说 他就是一心想当第二个戴高乐 可是没那个胆啊 你知道吧 你的胆识还不够嘛 你去看他的国防预算 你就知道了嘛 国防预算才刚刚接近GDP的两个百分比赛 你要当什么戴高乐啊 所以我是觉得 我觉得习近平是要带给他信心的 就说你独立自主啦 我们支持你独立自主啦 实际上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也不奢望 中欧投资协定会过了啦 因为欧盟已经变成太复杂了 欧盟这28个国家 美国至少可以影响个5个嘛 你怎么弄啊 所以他就多搞双边嘛 就是搞一些比较有分量 然后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善意 那双方可以做更大的交流的 中法贸易不到800亿耶 中德贸易2000亿 中俄贸易2400亿 所以你就知道空间还有多大 那我觉得法国也不会客气啦 那我觉得中国也不会小气 可能直接就给他 好了让你化妆品更多进口啦 让你这个农产品进口 口号都喊出来了 从法国农业到中国餐桌 口号都喊出来了 那还有空八的订单会增加嘛 然后法国的核能系统核能集团 一定会跟中国的广合作合作的啦 还有比如说航太系统 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大陆 一定会给他礼物的啦 他就是希望勇敢一点啦 站起来 加油吧 站起来 要玩真的 不要只有嘴巴讲 要起而行啦 有成长的空间 想想带爷爷啦 不敬怪 先针 三十一 四 五 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